為了振興經濟 在高雄這邊有發夜市券 而第二波呢 將會在十一月二十九號開始發放 因為前一波民眾排隊排太久了 引發一些民怨 所以第二波特別比照打疫苗的模式 要規劃與美町市的排隊方式 那同時也會開設愛心跟敬老服務臺 新發局也特別在今天下午進行演練 希望可以減少民眾等待兌換的時間 要換加倍的夜市券 民眾開始排隊工作人員上前驗身份證 拍攝要兌換的振興券和身份證留存 再發給專屬號碼牌 讓大家不必等太久 老人家或是有特殊需求的民眾 有專屬的愛心敬老服務臺 高雄市府推出200元面額五倍券 可換400元的商圈夜市券 獲得熱烈迴響 10月中旬的第一波兌換 有部分兌換點大牌長龍 為了加快發放速度 第二波特別比照打疫苗模式 規劃與美町市流程 減少民眾兌換的時間 這波總共49處商圈夜市券的發放 每一處限量2000份 新發局在活動起跑前規劃兩次演練 夜市的攤商們都很期待 這波夜市券帶來的商機 我覺得高雄好像買氣有比較多了 到現在目前我們凱旋的部分 已經收到200多萬 市府統計上一波夜市券帶動商圈夜市 平均營業額三到五成 攤商對業績成長很優感 這回優化現場發放流程 及加派人力的做法 要讓民眾都能快速兌換 開開心心的消費 華視新聞網友榮浩北高雄報導 非常猶如beh